欢迎收看寒天新闻 我是主持人子彤 首先来看新冠疫情动态 截止到截稿时间 美国确诊病例已达到2432万9691人 死亡人数为403708人 加州确诊病例为2970574人 死亡人数为33573人 全球确诊病例已达到95401018人 死亡人数为2037738人 我们再来看南加州的最新疫情数据情况 洛杉矶线截至到截稿时间 累计感染人数为1014662人 死亡总数为13848人 华人区居住地带感染数据分别为 阿杭伯拉5595人 阿克里亚2142人 阿尔蒙蒙特14447人 孟特培尔3882人 罗斯米3883人 赛杰伯拉2583人 城县累计感染人数达到21813人 死亡人数为2367人 圣地亚哥感染确诊人数为209897人 死亡人数为2065人 和平县确诊人数为233899人 死亡人数为2517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消息 中国报告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连续第六天超过百例 受北方多个省市封控措施的影响 总人口近3000万 在农历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 这波新的新冠肺炎疫情 加剧了人们对春节假期出行的担忧 距离农历新年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一年一度的春运 本月28日开始 人们担心中国在春节前 可能爆发新一波冠状病毒疫情 截至到日前 中国已有至少29个省份倡议就地过年 应对可能恶化的疫情 中国各地推出奖励措施 鼓励留在当地的人员奖励措施五花八门 包括调降房屋租金 发放补贴 免费坐公车 送上网流量 免费看电影 免景点门票等 另外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1月18日的消息 拥有约100万人口的吉林省公租岭市 当天起实施了最严格的封控措施 截至日前 在这波最新疫情中 因封控措施受到影响的总人口超过了2900万 吉林省日前通报一名无症状感染者 造成了102人的感染 成为超级传播者 这名林性超级传播者 在无症状期间 接连在吉林通话和公主林两地享受养生课 众多学员被传染 吉林省疾病防御控制中心城 他被发现时处于感染的早期 排毒能力较强 资料显示 感染者从感染病毒到开始排毒 专业上叫做强忍期 而无症状感染者的排毒专业上叫做前忍期 也可以叫实验室检测筛查的窗口期 在窗口期间 检测很多次都可能检查不到阳性 但到前忍期末就会检查出阳性 这名超级传播者1月5日到1月11日 两次从黑龙江往返吉林讲课 中国河北、黑龙江和吉林等省 至少有11个地区实施了封锁 并在封城社区进行了大范围的核酸检测 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最新统计 截至到1月17日24时 中国新确诊病例为109例 于前一天持平 其中93例为本土病例 河北省占54例 中国北方省市最新一波疫情 凸显了群聚性的特点 中国新华网1月18日消息 河北省有关部门将依法从严查处 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 其中包括违规操办 婚丧嫁娶 对流调工作人员隐瞒实情 隐瞒谎报行踪轨迹等 中国去年12月15日以来正式开展了重点人群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而建立群体免疫的屏障 一般认为需要大概85%的人群接种疫苗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星期五公布了他上任后将全面推开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计划 包括扩大接种范围设立更多的疫苗接种中心等 以达成他所设定的在百日内让1亿人接种疫苗的目标 不过该目标是否可以实现引发关注 拜登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仍然深陷在新冠疫情下 非常黑暗的冬天 但他坚信他的疫苗计划能够达成目标 当选总统拜登在过去一个星期里就已经宣布 计划向社会发放几乎所有的疫苗 之所以说是几乎所有是因为不会停止注射第二剂疫苗 而是会预留少量的缓冲库存 他解释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加快接种疫苗的步伐 迅速提高疫苗的接种率 而不是减少接种的剂量和次数 有舆论担心拜登政府扩大疫苗发放速度和范围 以尽快提高接种的计划 是否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人需要注射第二剂 另外疫苗注射后是否会使得病毒产生对疫苗的耐药性风险 或者促使病毒的变异 医生表示疫苗不同于抗生素 所以人们接种后不会像抗生素那样产生耐药性 我们现在更关心的是一些新兴的病毒变种 是否会逃脱疫苗产生的免疫反应 目前这个问题正在研究之中 而目前据信在英国发现的变异病毒株不会这样 但是关于其他变异的情况还在研究之中 拜登在星期五向全国宣布 其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时再次承诺 在提供资金扩展疫苗接种行动迅速和范围的同时 要在1月20日上任后的100天内的时间里接种1亿剂疫苗 媒体和公众想知道这一目标是否实现 对此医生援引根除天花疫情的先驱 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说 公众健康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 医生表示我们现在深切的了解了疫情形势的严重性 美国目前每天要应对大约4000名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的严峻现实 这要比当年的911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多 这是不可接受的 他说以目前的死亡率 当选总统致力于真正提高疫苗的接种率 因为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 而允许病毒在未来100天内继续与同样的速度造成死亡的话 美国的总死亡人数将会增加一倍以上 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拜登新冠疫情顾问团队成员公共卫生专家佩斯女士 向媒体通报了新政府上任后将立刻着手处理的药物 佩斯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 你可以想象到我们将会面临一系列相当广泛的人物 但是目前主要专注于阻止病毒的进一步扩散 因为显然美国又进入了新一波疫情的高发期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新一波疫情扩大对美国人的生命 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不会在重启活动时再次遭受不必要或者过度的风险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财经部星期五1月15日对被控践踏人权的古巴内务部长卡萨斯实行了财制 古巴政权有践踏人权的长期历史 财政部长斯蒂芬·努姆钦在一项声明中说 美国将继续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工具 应对古巴和世界各地其他地方恶劣的人权状况 财政部还制裁了古巴的内务部 称其安全分支设有专门单位来监督政治活动 而古巴警察通过逮捕被关注对象而支持这些安全活动 美国提到古巴内务部2019年逮捕了古巴异议人士 何塞·丹尼尔·费雷尔 他说根据被殴打酷刑折磨并隔离关押 古巴政府暂时还没有对这些制裁做出回应 制裁措施冻结了古巴或古巴公民在美国的任何资产 而且基本上禁止美国人与他们做生意 任何与这些实体从事某种交易的人 有可能受到美国的制裁 这些制裁是在唐纳德·川普离职五天前实施的 川普在11月3日的总统选举中输给了乔拜登 川普政府在整个四年任期中都在努力逆转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与古巴历史性的和解 星期一川普政府重新将古巴纳入了恐怖主义赞助国名单 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预计会试图缓和美股紧张的关系 川普政府的这项措施有可能会使拜登政府的这项努力变得更加复杂化 代理美国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星期五1月15日说 驻伊拉克的美军兵力已经削减到了2500人 实现了川普政府去年年末制定的目标 减少驻伊拉克美军兵力反映了伊拉克安全部队能力的增强 米勒在一项声明中说 五天之后川普就要离任 让位给当选总统的拜登新政府 米勒还说 我们长时间以来一直预期 随着伊拉克管控伊斯兰国威胁能力的改善 支持伊拉克抗击伊斯兰国所需要的兵力将会减少 我们能够减少兵力 这是取得真正进展的证据 这位代理国防部长说 削减驻伊美军人数并不代表美国政策的改变 而且与减少美军在这个中东国家参与重大作战行动的计划相一致 美国和联军部队仍然留在伊拉克 以确保持久打败伊斯兰国 他说伊拉克政府和美国政府一致认为 伊斯兰国仍然是一个威胁 美国和联军的存在仍然至关重要 这位代理防长说 美国仍然致力于维持在伊拉克的反恐平台 向友军提供空中火力和情报支援 根据五角大楼的统计数字 自从美国领导的联军2003年攻入伊拉克 并推翻萨克达姆后赛因政府以来 已经有超过4500名美国军人在伊拉克丧生 超过32000名美军受伤 米勒星期五还宣布 美军实现了把驻阿富汗美军 削减到2500人的目标 虽然国会两个星期前通过的法案 禁止使用联邦开支 把兵力减少到4000人以下